哈囉,大家好,我是葉劉,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邀請到一個很特別的來賓,冰凤啦 嗨,大家好,我是冰凤啦 嗨,我是冰凤啦,好久不見啦 我最近真的非常的忙 我在忙什麼呢? 我要跟你們分享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就是我買房子了 這麼好聽 那今天呢,她跑來泰國,不知道幹嘛 特別來找她的,來找Yale的 所以我就把她抓來拍影片了 很事見面會 今天呢,我準備了一些問題要問她 妳建議嗎? 我建議 關於錢喔 妳會問我那個存責多少錢或是我的密碼嗎? 不會 好,那我們就從存錢開始 妳是怎麼存錢呢? 妳用什麼特別存錢的方法 或是妳覺得有哪一些方式可以讓妳存到比較多錢? 倒抽無口氣 因為我之前是不存錢的 我是不存錢,然後為了想要買房子 然後加上覺得買房子好像是我唯一可以存錢有動力的方法 然後我一開始就是用一個最笨的方法 就是設凌存整付 因為一開始學生時期賺太少 凌存整付一個月一千塊 兩千塊,存到五千塊 然後就慢慢做定存 然後就這樣硬存存存存存 所以我自己的邏輯是覺得開源比節流重要 所以當我發現我存的錢不夠 我就瘋狂開源 那這樣妳那時候有存到很多錢嗎? 沒有,其實我第一個一百萬存很久 因為學生畢業的前兩三年賺真的賺很少 我那時候要同時一次做三份工作 打工,然後兼差,然後寫部落格 然後妳就會覺得怎麼可以賺錢賺這麼慢 然後就開始四處的找各種方法賺錢 所以那時候妳打工的錢不多 所以妳就靠兩種兼職去讓自己存錢 那後來妳就沒有再繼續存 就是直接開源這樣子 對,因為我覺得開源比較快 開源比較快 對啊,而且比較快 而且對很多我們觀眾來說 開源是比較困難的地方 那有什麼方法建議給大家 你說開源的建議嗎? 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其實超多開源的方法 妳的頻道也教大家很多開源的方法 那投資除外 因為我一開始對投資不是很了解 我其實真的會投資是到我現在 比較開始有一點經濟能力 我才覺得我好像可以試試看 可是在我初期 我的開源方法很特別的是 我去參加比賽 譬如說學生時期或是大學的時候 去參加一些網路上有很多 各類型的比賽是專門給學生 然後那個獎金是很高的 因為很少你參加 學生都要嘛在讀書 要嘛覺得不會中 就是那種比賽 尤其是政府辦的很多比賽 跟企業辦的很多比賽 然後有些比賽是 例如說沒有相機我就去找 有什麼比賽是 投降式相機 沒有電腦就是找電腦 沒有什麼就是找什麼 你就至少可以省錢 然後或是 有時候就會去發傳單 不會發過傳單 這樣妳很會利用現在有的資源 就是妳有什麼就做什麼 我週末沒事去發傳單 有很多人力派遣的同學 我以前大學的時候 他就會說最近哪裡需要發傳單 然後可能剛好女生薪水會高一點點 是有這樣嗎? 不是說女生薪水比較低嗎? 沒有他可能會需要就是 不是showgirl那種 可是可能他就會需要 他覺得女生會比男生好 所以我可能時薪有時候就可以到150 然後我就先去發傳單 然後或者是做代購 然後找在國外的朋友 例如說我朋友在曼谷 我就會請他說 欸我最近發現大家想要買什麼 你幫我去跟老闆談 然後我們海運回來 然後可能利潤雖然不高 可是量累積下來 就至少一個月可能還是多個 五千一萬是有可能的 對 在學生薪水啊 如果你多了五千 真的多很多 我甚至到現在還是會做代購 跟有時候幫忙大家買東西 如果團購 有時候你買滿十個 老闆不會多送一個 你的就不用錢 這樣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就是你要想盡各種方法 有時候不是那個東西是錢 那個東西是 你本來就要花錢買東西 你就省下來啦 所以這就是很多小方法 我覺得是大家可以去試試看的 在台灣真的有很多資源可以運用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生活在台灣軌道 就這樣怎麼樣怎麼樣子 其實在我台灣的時候呢 台灣對待我滿好的 對 所以那我們現在來談到你的被動收入 請問你現在有被動收入嗎 有 我現在的被動收入應該就是 部落格的廣告 然後譬如說飯店行程的分潤 或者是像現在YouTube可能也會有一些廣告 那我就會覺得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如果我一直闡述好的內容 那大家就會去看 那我可能就會有多一些錢 那那些錢可以來供應我出去玩 或是出去創作 因為我的工作 例如說我都是分享旅遊的 我本來就是很需要出去外面寫新的行程 那我當初其實會做旅遊的最最初衷 是因為有很多餐廳跟那個行程網站 可能會說我免費贊助你出去體驗一個行程 然後那個行程免費 然後我就覺得賺到這個免費的行程 可能這行程本來要兩千塊 我就省了兩千塊 只要省下來的我覺得都是賺到的 所以我就省了這些錢 然後我就慢慢累積這些 然後可能慢慢開始寫部落格之後 就是我可能到現在很多 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就是你好像可以一直出國 其實對我們來說出國是沒有賺錢又很累的 因為我的工作行程全部被排滿 然後廠商會覺得我都已經花錢請你出國 你應該把我產出夠多的量 所以我可能這五天出國我在台灣不能工作 所以我沒有收入 然後我要去體驗的行程回去都要寫成文章 可是對我來說我可能會覺得 反正我現在比較年輕 那如果真的要出國一趟的錢 我可能對我來說也是蠻多的 那我就賺這一筆錢 賺出去這個國家玩 所以我覺得也是我的新開源方法 而且現在有蠻多 像KLUKKDAY他會有那種旅遊體驗員 就是他免費讓你出國玩 然後你回來就交文章給他 你就用你的文章去換旅費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新的開源方法 OK 好那我們現在直接切入主題好了 你剛買房 如果你有追蹤我的頻道一陣子 你就知道 我一直講說 如果你買房子住 就是購買債務 然後你的房子是你買來自己住的 超大債務 那我想聽聽看 就是你對這個房子的長期規劃是誰 我自己當初會買房子 其實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家 以前的房子都是住的 所以我一個一直都沒有自己的家 所以我其實是很需要一個家的安全感 然後我當初存錢要買房子 其實是要讓我媽媽住 我覺得找他 就是養我這麼久 我希望給他一個房子讓他安心 因為我不想要他再去想說 我們下一個家要搬去哪 或是一直搬來搬去然後很辛苦 可是後來就是看了蠻久一陣子之後 就發現我在台北的 我算起來我覺得不要買房的這個方法 其實對現在年輕人的勸說 其實是對的原因 是因為你的負擔的成本真的太高了 可是我那時候就真的有歸 大概算過我在台北的生活費 就是我的房租加這些支出 其實真的要租到一個可以讓我工作 或是符合我需求的房子的房租 真的太高了 那我後來就退而求其次的買到了 比較遠的地方 就不是台北市 我買到桃園的青浦那邊 然後那邊的房價其實現在算是下修蠻多 就是我覺得我算過我的房貸是可以 比我在台北的房租還要便宜 然後我才開始存錢 然後才開始決定要買房子 然後我可能也會算過 例如說我短期規劃 我可能五年或十年之後 我就會換另一個房子 那我再決定我要換去哪裡 或是我搞不好 又會好會去租房子也不一定 只是我覺得我短期這一陣子 可能都在很常要去機場啊 所以我就覺得 這是整個算起來符合我需求的房子啊 所以我覺得要看你的 就是你不能為了我要買房去印 就是如果你當你規劃完 發現這個東西是符合你需求的話 那你就可以 所以那五年 你打算五年之後就會罷了新家這樣子 就是可能會換一個環境 我也是一個不喜歡在同一個環境待太久 那你買房之後有什麼後悔的事情嗎 沒有發現買了都要付這麼多錢 除了 就是還是有一些沒有做足準備的地方 所以現在你就覺得說 比當初預算高出很多 對例如說你以為只要投款就好 結果你付了投款之後發現 還有一些戰收款還有一些雜費 然後你的電器冰箱水電 我完全沒有想到我的家電要自己買這件事 因為我以前有租房子 我從來沒有買過家電 然後我就發現家電好貴 然後你每個月可能還要繳一些 就一樣 例如說房屋稅 拉利亞大稅 一些你根本就沒有想到的 然後裝潢費 這些都是要付清的 所以就是你沒有做好一定的準備 然後加上你的經濟費用金沒有準備好的話 你很可能會 就是真的很開心買了房子之後 你就發現你後面生活水平變得很差 OK 那也是我一直講的東西 因為有些人他們租在 比如說台北市中心好了 然後他們也要想買台北市中心的房子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為什麼現在我租房子這麼便宜 但是買了房貸卻這麼高 這有一點差 大家沒有想到 他們就覺得說 我現在買房子呢 就是比較省錢 因為我不用把錢都幫房東小房帶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還有很多東西要去考量 不是說不可以 但是還有很多東西要去思考啊 就是大家都沒有想到的 所以你要思考好 那你會給大家有什麼建議 如果大家想要買房 真的非買不可不買會死掉那種人 我的建議就是你要至少看50到100間 真的就是我後來有很多網友來問我 給他功課就是你給我看50間 看房子我覺得有一個很棒的好處 是基地你會想要賺錢 你不管你有沒有買 搞不好你看了50間之後 覺得你不用買了 真的嗎 可是你學到東西 你學到這整個產業的運作 你知道價錢怎麼看 然後你知道一坪多少錢 怎樣的房子怎樣的格局 什麼是好的 然後你也會在看房子 我很常存錢存到沒有動力的時候 我就去看房子 然後就會被他羞辱 因為他就是會覺得你買不起 怎麼羞辱法 他可能就會說 你要不要去看那邊的可能屏數比較小 或是不理你 或是你進去他就會看你的車 就說 有個電話就好 然後他就人間之間 所以就跟彩妝麥克的電影一樣 我覺得都一樣 對 就是他會對你的態度不是很好 然後不是很想理你 等一下麥克的電影在下面留言 攻擊我 沒有他可能告訴你說我比較好 你來我就可以啊 可是我覺得去被羞辱 我就會回去想說 我要賺更多錢 而且搞不好 甚至很多人例如說 我現在很想要買房子 我毛錢來存錢 這個動機是好的 等你存到真的 一百萬兩百萬的時候 你可能會再存一百的時候覺得 我這一百萬拿來投資 搞不好你真的學了投資之後 你就會發現我不用買房子啊 但至少你有一個出發點 對你要有一個出發點 促使你就好了 對 所以我覺得看夠多間數很重要 是因為 在你看到五十間一百間的過程 你的資產慢慢累積 你可能想法就變了 你可能突然間覺得 欸我這兩百萬拿去 投資其他東西的獲利 你搞不好拿來租房子 其實夠欸 是不是 對 其實我剛開始 應該也有一點點是因為這樣子 我也是想要存錢賣房 存夠那個 怎麼說 那個房貸透氣款 但是後來我在過程中 就學到了很多新的東西 所以我就決定 不要買房子自己租 不是說不要 只是說現在這個階段先不要 之後再來做這個動機 或是我們想要的房子現在買不起 對 因為我們想要的太漂亮太好 對真的 我會想要很漂亮的房子 你要那種獨棟那種 獨棟 對我想要那種 我也想要那種 因為我很狗嘛 狗就覺得想要去花園 怎麼樣子 那個就買不起啊 我搞不好會之後再住更鄉下 真的嗎 你會知道 我現在住台灣之後 我覺得不在市區生活沒有差 真的喔 所以如果我一樣的錢 我在台北只能買一個套房 那我現在移到了青浦 桃園 我買了一個公寓 那搞不好我可以去台中 或是高雄 我就可以住透天啊 OK 對啊 就是你的生活會因為這些事情 而慢慢的轉變 而且我覺得在買了房子之後 其實我的 我覺得反而我理財觀念有增加 就是你不得不存錢跟理財 不然你房貸腳不出來 腳不出來 這也是一個我學習的方法 我學習的方法 真的假的 真的 沒有辦法 我反而越來越想去鄉下 真的嗎 我可以坐海邊 但是我沒有辦法去鄉下 真的 因為覺得蚊子多 沒有東西可以做 然後東西不一定好吃 自己煮都要出門 因為我不愛出門啊 我喜歡去餐廳 然後我喜歡去吃那種高級的食物 如果大部分的錢都花在那個東西上面 所以在目前這個地方沒有辦法 然後我有一次去向島 泰國這邊的向島 然後我就覺得說這邊好偏僻 即使它在海邊 然後東西沒有曼谷這邊那麼好吃 沒有那麼精緻 然後又比較貴 所以我就覺得說 目前這個就算真的沒有辦法 可是因為那是度假村啦 是嗎 但是如果你去歐洲或美國 那就是去一個地方很遠耶 那總可以 真的啊 是嗎 我沒有去過 就是房子跟房子都很大街 可是你去一個超市要開很久車 其實如果看過我現在的預算 如果我要去西班牙買房子 或是歐洲買房子 那個房子其實就有九塊 對 因為歐洲都是古蹟啊 對 所以如果想要我喜歡那個房子呢 我現在就買不起 我是想要獨棟 但是小小的 因為我怕鬼 我就是 我之前最一開始要買房的時候 我有去找就是房仲 然後跟他說 奇怪有沒有大概兩層樓的獨棟 然後小的 他就說沒有這個東西 他說要嘛就偷店很大街 可是如果只要超過三層樓 我就會很緊張 因為我就怕樓上可能會有別人 我跟你講 我之前在越南 我家是好像六層樓 然後六層都是我家 然後呢 不知道為什麼 下面四五層都沒有人住 大家都跑去最高的那兩層 然後你知道我們華人家 都是剩下很多那種 但是後來他們都搬走嘛 就只剩下一個人 在那個六樓的房子裡面 然後每次呢 我放學回家 我還要去補習嘛 然後補習回家之後呢 我就從一樓 用跑的 跑到六樓 好可怕喔 你知道 然後就黑黑嘛 就猛跑 然後你知道跌倒 我現在這邊超多巴的 你知道嗎 就是一直跌倒 然後每天都這樣下 下課 下課 就跑猛跑有沒有 我就很愛這樣子 怕鬼 所以你也怕鬼 所以我也是不能住大房子 我後來覺得這個個性蠻好的 就是我不用買太大的家沒關係 我其實就是想要有院子 跟那個一小洞自己的感覺 然後可以在院子烤肉跟朋友玩 然後房子小小的 可以睡覺就好 所以我現在家裡也沒有到很大 就是反正就是可以睡覺跟工作就好 我就覺得這樣就是 你搞不好會在這個過程中 我就看房的過程 你慢慢會知道 你要的是什麼 不要的是什麼 你的錢就可以拿去運用在更好的地方 我這麼覺得 嗯 好那現在呢 我們講 剛剛講到錢之前 講到你買房 嗯 那要 你現在有投資嗎 沒有 欸有啦 我現在的投資有什麼 買一個美金的保單 但是我買了一個三年的 就這樣 有想要做其他投資 可是我每次買書回去 很酷 我買了很多耶 有一陣子買了很多書 然後每次看完之後 我就覺得怎麼那麼難啊 OK 所以我就覺得開園比較重要 我現在 我很有興趣賺錢 開園 所以對於 手材 你比較難做到 但是呢 賺錢 就很容易做到 因為我就很喜歡 OK 我的興趣就是賺錢 就是很喜歡衝衝衝衝衝衝衝 又賺越多 就比較開心 對 就是我是真的很喜歡 好 那如果現在 我們問一個比較難的問題 好了 如果下個月 我要你多賺三萬塊 你會做出什麼樣的行動 不像喔 合法的齁 合法的啦 這個還不行啊 可能 現在我可能會做代購 或是我家還有一間空房間 問有沒有要來 月租 月租 AMBNB AMBNB應該比較慢 不合法 對不合法跟賺比較慢 我覺得很麻煩 對我來說就是 我不喜歡麻煩的事 所以如果我可以把我的房子 租給我朋友 或是我出國的時候 我就給他用 比我每天在那邊換房客快啊 我每天換房客我去打掃 就對我來說沒有效率 然後還有什麼 兼差吧 看例如說 有人需要做一些美邊設計 我就可以去兼差 或者是 我覺得我算是蠻可以做各種工作的 如果你真的要 就是我真的需要賺錢的話 我是可以從各種方法找東西 甚至 你如果突然間跟我說 你需要我去日本的時候 幫你代購什麼 那我就幫你買 這些都是都很快可以找 晶圓的方法 所以大家技能要夠 如果沒有辦法賺到那麼多錢 代表你技能不夠 就趕快多去學一下 投資自己 而且有時候不是技能的問題 是你有沒有想到 然後這個東西是 我就是歸點子很多啦 我覺得台灣的教育很容易 讓你覺得我的賺錢來源 只能去上班 可是你有很多東西是 你可以到處去用 甚至 突然 剛剛突然想到一個 就是 如果你 假設你 你很會有特別記者說 你很會 洗車 很會整理家裡 那你就去幫你朋友整理家裡 然後跟他收兩千塊 他搞不好很開心 兩千塊就有人幫我收房子 然後你又很會整理家裡的話 你就去幫他整理 因為我超愛整理家裡 幫他打算 真的假的 兩千塊就請得到你 兩千多 你現在找阿姨少 只要一小時三百耶 那這邊比較便宜 在台灣一小時三百 你請他三小時 差不多就少完了 兩千塊超貴的耶 如果兩千塊整理房子的話 我這樣一個週末搞不好賺四千 那是兩千塊請阿姨 請得到冰墓啦 就不要 那我還順便教你怎麼樣看房子 或甚至 甚至搞不好 就是你可以把你很多不同的技能拿出來活用 嗯哼 比如說我可以跟我朋友說 如果你們 我教大家去看房子 一個人收一百塊 對 我覺得也是一個方法耶 一個人收一百塊有點便宜 或是五百塊 就是對 就是這種東西是 你的技能可以拿出來用的啊 對 有時候呢其實我發現不是大家想不到 嗯 只是大家不想要 對 都會覺得好辛苦喔 對 怎麼樣子 喔好累 下班回家那麼累怎麼看書 怎麼建造自己的世界都廢話一堆 對 然後又愛看 這個頻道的影片 呵呵呵 就聽了假裝會啦 呵呵 這頻道很向上的原因是一定 應該有很多人跟我一樣吧 就聽了以為自己 就覺得自己會了 然後就很安心就可以睡覺 呵呵 每天就抱持著安心的感覺 然後睡著 嗯哼 然後 呃睡不著的時候就開始了 因為他的聲音比較讓人想睡 對 對 我都晚上看他早上看 所以呢我應該多拍一點比較催眠的影片 這樣陪你入睡 可是你的 因為你的有時候會很好笑啊 我就覺得很好笑 今天晚上 我又來陪你了 看看你後面 嚇死 OK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冰冰是誰的話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去追蹤他 過去追蹤他的頻道 他的IG很漂亮 然後他是專門講旅遊的 然後他最近買了房子 會跟大家分享 他的買房子有哪些注意的地方啊 然後哪有哪些多需要花費的東西 然後呢 他的頻道真的很好看 然後過去追蹤他 連結會放在影片下方 然後今天這影片到這邊啦 希望有幫助到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每週二十九四 昨日晚上九點台北時間呢 都會想傳新的影片 然後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